女朋友主动去当交换生志愿者 帮助留学生 我劝他不要和外国人走得太近 他却说 他们不就是皮肤黑一点吗 神却你不能种族气势 结果柳如烟得了艾滋病和宫颈癌 他爸妈认为是我传染的 让我为柳如烟后半生负责 我拒绝后被他们一家逼迫致死 重生归来 当女朋友要去当志愿者时 我微笑认同 他们就是皮肤黑点 跟我们没区别柳如烟 我要亲眼看着你这辈子跌倒泥潭里 神却 我收到了辅导员的通知 我提交的给留学生做半读通过了 女朋友举着手机 都一样样的冲我展示 看到手机上的日期和内容 我突然一惊 我明明记得 被柳如烟他们一家子逼死了 神却 神却 你觉得我可以去吗 柳如烟期待的目光看着我 哎呀 你不要这么小气嘛 人家外国人远道而来 我们一定要尽地主之意 再说了 帮助同学是我们的责任 柳如烟摇晃着我胳膊 期待地看着我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 我重生了 重生在一切悲剧发生之前 上一世 柳如烟同样去报名参加留学生学办 被成功入选 对方是一个高大魁梧的黑人 可我看他并不喜欢 那男人喝不溜秋 眼睛低溜溜的 转个不停 分明不像好人 我和柳如烟谈了两年恋爱了 出于好心和战有欲 我告诉他 如烟和陌生男人总是会有许多不方便 我听说黑人都挺乱的 要不还是算了吧 柳如烟皱了皱眉 立刻跟我发起脾气来 沈雀 你就是不相信我 我是去帮助同学 他们都会私生活 和我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都21世纪了 你怎么还有种族歧视 大清都亡了 你还在说什么男女授受不清 我被女朋友一连串的话堵住了嘴 后来为了不继续发生争执 我同意了 柳如烟去给留学生当志愿者这件事 上一世 在柳如烟和留学生相处不久后 她被查出了艾滋病和恭敬爱 别看我和柳如烟谈了两年恋爱 可我很尊重她 拉拉手接吻已经是极限了 根本没有碰过她和她发生关系 不难猜测出 柳如烟的病肯定是被那个留学生传染的 可当她父母知道这件事以后 毫不思考就认为是我玷污了柳如烟 并且自己是不洁身自好的人 把这些脏病传给了她女儿 柳如烟父母找上家门 强迫我们一家对她女儿负责任 妈妈无奈地跪在地上 恳求柳家原谅 爸爸更是掏出了家底来 给柳如烟看病 我拉过柳如烟 恳求她替我辩解 我本以为 我一直对柳如烟很好 她不会任由我被诬陷 我根本没有碰过她 怎么会把病传染给她呢 可柳如烟却说 沈却 要不是你拉着我混迹各大酒吧 强迫我和你发生关系 我也不会被艾滋病和宫颈癌缠上 我都是被你强迫的 不同意的话换来的就是你的殴打 她拉起衣袖露出身上的伤疤 只这一句话 柳如烟就把我打入深渊 柳家的亲戚日日在我们家里闹 周围邻居也是看笑话 妈妈成日里给柳家的人 当牛做马 伺候他们一大家子 爸爸在政府里面工作 接二连三的丑闻传出 他也被一再降职 我还要日日忍受柳如烟的欺辱和责骂 柳如烟爸爸 一边享受着我们家的伺候 一边日日发帖子骂我 人身攻击 最后我真的不堪其扰 这种阴暗的生活看不到尽头 因为我和柳如烟谈恋爱 把爸爸妈妈也拉下水 陷入了无尽的深渊 一时想不开 在柳家的殴打凌辱和网络的暴力攻击下 我选择了跳楼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没想到上天垂帘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在悲剧还没有发生之前 我一定要逆转乾坤 二 如烟 你想去就去吧 这是你自己的权利 我无权干涉 我冷冰冰地对柳如烟说道 一 沈雀 你可是我的男朋友 难道我和别的男人相处 你不吃醋吗 柳如烟撇撇嘴 嫌弃地问道 吃醋 我巴不得同上一世一样 你被那个黑人留学生玩到生病 怎么会呢 如烟这么漂亮 心地善良 有很多人喜欢是正常的 我这句话把柳如烟 红的嘴都要瘪到耳根后了 他满意地背起书包出了门 沈雀 那我就去找老师领分配任务了 你放心 我就是为了去挣学分 帮助留学生尽快熟悉校园 你不要多想 经过我多方打听 那个留学生果然是上辈子那个人 从那天开始 他很久没有来找过我 哪怕是我试探性地给他发信息 他也是草草地回话 我知道 柳如烟陷入了和留学生的爱河 我了解过这个黑人卢修斯 他来自尼日利亚的妇人家族 是当地酋长的儿子 柳如烟跟他在一起 没准还做着酋长夫人梦了 我的导员曾经说过 别看这些留学生 名义上还是学生 可实际在自己的国家 早已经娶妻生子 甚至很有可能不止一个妻子 柳如烟的那个留学生 在尼日利亚 早已经去了当地贵族姓氏的女生 但是这些 我并没有告诉他 没过多久 柳如烟就再次找上了我 这天 柳如烟打扮得很漂亮 一进来我租的房子 就勾上了我的博客 神却 这么多天都没见到我了 你想我吗 我忍着心中的恶心 离柳如烟远远了一点 如烟 你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好看 我故意问道 但是心中猜想出了的大概 神却 我们都谈了两年恋爱了 你就不想要了我吗 柳如烟眉眼如丝 水汪汪的眼睛 魅惑地看着我 如烟 我们不是说过吗 毕业了 如果结婚才能发生关系 如若在这之前我碰了你 那不是对你的影响不好吗 其实我已经猜测出 柳如烟的想法 算算时间 他已经跟那个留学生相处很久了 上一世大概也是他们认识两个月 检查出得了传染病的 他今天打扮得如此性感来找我 无非是想拉我下水 把自己得的病传染给我 我真是瞎了眼 竟然谈了一个这样的女朋友 柳如烟不听我的解释 一把将我推在沙发上 沈雀 你就答应我吧 和你发生关系 我是不会后悔的 说吧 柳如烟开始撕扯我的衣服 眼前的柳如烟对于我而言 根本没有往日的可爱甜美 因为我已经知道 她纯真甜美下的另外一张脸 她就是一个心如蛇蝎的丑恶女人 柳如烟 你冷静一下 如果我们发生关系 该怎么跟你爸爸妈妈交代呢 而且就算要做很亲密的事 我们也应该先做个检查 不是吗 我故意提到了检查的事 柳如烟立刻变了脸色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沈雀 你的意思是 我不干净 我会给你带来不好的毛病 果然 柳如烟恼羞成怒 站起身 插着腰开始发牢骚 我自然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不是怕自己 有什么不好传染给你吗 毕竟 要是你出了什么意外 让你爸爸妈妈知道了 怎么会放过我呢 柳如烟身形摇晃 我知道 我说的这话正中她下怀 柳如烟最怕的人 就是她管控欲极强的妈妈 要不是我家庭条件好 学习有拔尖 柳如烟妈妈 是不会同意我和她在一起的 在和我谈恋爱之前 柳如烟喜欢过一个体育生 可柳如烟妈妈说 那就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蠢货 闭了一眼能做什么 当体育老师还是健身教练 高不成低不就 趁早给我放弃你的想法 几乎柳如烟每一段爱情 都会被她家里人掺和 若不是我有一个当副局长的爸 在银行工作的妈 柳妈妈也不可能同意 我和她女儿谈恋爱 想到这 不由得给自己一个大嘴巴 我家庭条件好 自己长得也是风流倜傥 我就看上了柳如烟 柳如烟被我婉拒后 说我不识好歹 气冲冲地离开了我家 三 我知道柳如烟 要是把这个锅不推到我身上 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但这几日来 她都没有动静 让我的心都悬了起来 让我没想到 今天傍晚 她再次找上了我 只不过今日 只是化了一个淡妆 一身白裙 朴素得很 一进来就跟我道歉 沈雀 那日的事是我唐突了 可我对你的喜欢是真心的呀 沈雀 你抱抱我 原谅我吗 笑话 如果对我的爱是真的 那为什么还要和留学生发生关系呢 我草草敷衍着她 她今天却难得的好脾气 不停地撒娇 沈雀 你不要再生我的气了 我给你买的最爱喝的拿铁 诺 我现在就拿给你 还没等我拒绝 她端着杯就朝我走了过来 只不过满满一杯 全被她撒到了 我们两人的身上 哎呀 我怎么这么不小心 竟然弄撒了 可她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故意踩在了吃露的地板 铺在了我的身上 啊 沈雀 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今天真的不想这样啊 我根本来不及阻止 柳如烟也开始撕扯自己的衣服 很快就只剩轻薄的内衣 啊 沈雀 你饶了我吧 我立刻反应过来 柳如烟的下一步行动 可突然 柳如烟爸爸妈妈就闯进了我们的房间 你个混蛋竟然敢欺负我女儿 虽然我知道这是他们给我做的局 但是被人捉肩在床 根本解释不清楚 我急忙推开了身上的柳如烟 可是早已经被柳如烟的爸爸妈妈拍了好多照片 我根本没有 是柳如烟给自己贴在我身上的 我的解释多么苍白无力啊 我知道 不管说什么 他们都会把这个锅扣在我身上 就像上一世那样 这一次我根本没有过多地去说这件事 因为一切都是无用功 但我比上一次冷静得多 我站起身对柳爸爸说道 既然你们不信我没有做这件事 就报警吧 我并没有对柳如烟造成实质性上的伤害 就算半久 也就是处罚我点钱罢了 听到我说报警的柳爸柳妈慌了神 没人知道这件事 只要闹到警局 那他们肯定会请相关的医生来检查 到时候这个局面不攻自破 把这件事闹到警察局 我女儿的一辈子不就被毁了吗 柳刚气冲冲地吼道 就是 沈雀 你这个混小子 竟然敢欺负我闺女 我非得扒你们家一层皮不可 王凤梅尖锐的嗓子 让我听了直头痛 他上前拉扯着我出门 开始在楼道里大声嚷嚷 街坊邻居们 你们快看呀 这小伙子的爸爸是副局长 仗着家里面有钱 竟然在这里欺负我女儿 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谁出来给我们评评礼呀 听热闹爱八卦 是人的本性 许多不怕是大的长舌妇 纷纷出了家门 开始指指点点 我一改往日的怯懦 将王凤梅推到了一旁 你们少在这里血口喷人 我没干过的事 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你看看你女儿瘦得像个豆芽菜 我凭什么看得上她 听了我说的话 柳如烟气急败坏 你 沈雀 你怎么能这样侮辱我 这栋小区的租费很高 我也是交了很多的物业费 所以 我早就在业主群 艾特了保安 在这种控制权 不在我手里的时候 不能正面发生冲突 保安很快就到了 我说明情况 他们擅自闯入我家中 请保安将他们带出去 监控显示 确实是柳刚或王凤梅 偷偷进来的 而且生生将我的门撞开了 只留柳如烟一个人在这里 他也翻不出什么浪化 我将他抛在这个是非地 独自一人开车出去躲烦扰 四 如同前世那样 很快 柳刚或王凤梅就找上了我家里 喂 儿子 你快点回来吧 家里来了两个穷凶恶极的夫妻 拉着你妈妈和我吵闹 喊着让你负责任 我平复了一下情绪 开车赶回了家里 哎呀 你个混账东西 总算回来了 沈雀 你一定要对我们家如烟负责任 你个二流子 自己不检点 染上了脏病 竟然还传染给我们家如烟 果然不出我所料 这一世的柳如烟 再次感染了艾滋病 你们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可是健健康康点狠 我掏出这两日星座的体检报告 你们看清楚 我的传染思想和艾滋病史 都是阴性偶 我向他们甩着手里的检查单 看他们如何应对 哼 别以为我们没上过学 知道的少 病毒都是男性携带的 自己没准不会得 总而言之 我们如烟只有你一个男朋友 所以你要对他负责任到底 王凤梅说完了话 拿出了一连串清单 你们看啊 为了给如烟治病 这些事都需要花的钱 我接过他手里的单子 细细看了一下 简直匪夷所思 9加疫苗12000 抗病毒药4000一瓶 抗生素100块钱一例 知道他们贪得无厌 但是看到这份清单 还是震撼了一下 你们怎么不去抢钱呀 赶紧离开我家 否则我就报警 之前见柳爸爸和柳妈妈的时候 我都是一副儒雅的样子 许是见我这两天 一而再再而三地忤逆他们 王凤梅再也忍受不了了 沈确 你这个顽固子弟 以为我们把普通老百姓 可以随便欺负吗 今天这个钱你不出也不出 老公 他们可是有钱人 咱咱们随便搬走 哪一件不得卖的千二八百的 老公 看那面文文强 能搬走的咱们都搬走 不能搬走的就砸掉 说吧 王凤梅和柳刚就行动起来 我妈被气得高学压饭了 摊坐在沙发上顺着心口 你们这些强盗 爸爸是文化人 身份摆在那 也不能跟他们发生争执 我们眼睁睁看着柳刚或王凤梅 打家结社 从爷爷被开始就攒的文丸 都被他们搬到了自己的车上 今天王凤梅和柳刚点收获不小 满意地出了门 我知道 这只是开始 他们如此贪婪的人 尝到了甜头 知道我们家性子软 就会一直这样 王凤梅回去后 开始在我们的校园论坛诬陷我 上面有我和柳如烟的亲密照 就是那天他们踹门而入 偷拍的那几张 某高校大学生 强迫我女儿和她发生关系 自己私生活不检点 还把艾滋病和宫颈癌传染给我女儿 希望学校领导一定要注重这件事情 她在评论区爱特了我的导员和校方领导 直接贴脸开大 现在学校的注意力 几乎都放在了我和柳如烟身上 我的社友李琛跟我一直不对付 我没想到 他竟然在评论区里说 审阙一直玩得很开放 酒吧 KTV这些娱乐场所 就像自己的家一样 没办法 谁让人家既是官二代又是富二代呢 也有和我要好的哥们在下面为我辩解 可根本抵不过那些看热闹的键盘侠 果然 在这种时候 还能看出哪些是真兄弟 其实我不明白 王凤梅和柳刚到底爱不爱柳如烟 王凤梅一个做妈妈的人 怎么会主动把女儿衣衫不整 被男人欺负的照片发在网上 由于舆论的原因 我和柳如烟 几乎都没有出现在学校里 五 第二日一大早 柳刚霍王凤梅继续围在了我家门口 不停地拍门 经过昨天一晚上的发酵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件事 爸爸妈妈出去上班 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 昨天夜里 我跟爸爸妈妈商量过 让他们出去住两天避避风筒 我自己也是可以解决这件事的 爸爸为了妈妈身体着想 便答应下来 他们一再嘱咐我 我事情解决不了 一定要告诉他们 我眼睛一酸 竟然哭了出来 这么爱我的爸爸妈妈 上一世竟然为了我 受尽柳家的折磨 这一次 换我来保护你们吧 柳刚霍王凤梅 这次一进我家 就架起了摄像对准我 沈雀 我劝你赶紧承认 是你伤害了我的宝贝女儿 并且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病 传染给她 你就是只会吃喝玩乐的 纹酷子弟 仗着家里有几个钱 七强凌弱 到处欺负女生 他们一边说话 一边看向镜头 我知道 手机里 要不然在开着录像 要不然 就是在开着直播 我不能说错话 不然会被人抓到把柄 叔叔阿姨 我说过了 我跟如烟 根本没有发生过关系 我真的是 清清白白呀 没准是 如烟不爱我了 有了别的男朋友呢 我慢慢地 将矛头引向柳如烟 试图让大家知道 柳如烟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你胡说八道 我们家家教研得很 如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我看你就是不想负责任吧 王凤梅急忙解释道 这时 我的手机铃声响起 是摄友打来的电话 我拿出手机 看到她给我发的一条信息 其中是分享的一个直播间 寻找正义直播间几个大字 让我知乎他们俩手段高明 想利用舆论 逼迫我承认这件事 各位网友们 欢迎来到讨伐恶霸 追求正义直播间 我们是受害者柳如烟的爸爸妈妈 审缺这个高校大学生 诱骗我女儿 跟她发生关系 多次进行殴打 我女儿浑身上下 就没有一块好地方 还把艾滋病和宫颈癌传染给她 事后提上裤子就走人 事后不负责任 真是丧尽天良呀 眼前 王凤梅的表演 跟我手机里的直播间同屏了 她在我面前不停地哭着 虚伪至极 真没想到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钱闹到这种地步 底下网友也是 不管是时的真相如何 先发表自己的意见 宣泄自己的情绪 果然 他们这些官二代 跟我们是有弊的 希望国家大力惩处这些关系户 大学生侵犯少女 那可是违法呀 建议博主把男生送上法庭 对 博主曝光他们的家庭信息 我们都去为你讨公道 这节网民真是粗暴 像是被王凤梅洗了脑 阿姨 亲者自亲 不然就让柳如燕来对质 你这样在我家闹下去 我就报警告你们扰民了 我呸 难不成 你还想继续威胁我女儿吗 王凤梅在直播间不停说着我的坏话 柳刚却贼溜溜地盯着我们家的摆设物品 哎呀 这有钱人家就是不一样 摆设都是纯金的 这得搜刮了我们多少明知明膏呀 建议省里的领导来查查这个审去的爸爸 爸爸兢兢业业的工作 从来没有干过贪污腐败的事 这里好多摆件 都是长辈们留下来的 赶紧彻查审阅一家吧 杀鸡儆猴 给别人一个教训 不然我怎么放心把女儿送去学校呀 说实话 这件事确实引发了不小的恐慌 我看着直播间里的人越来越多 柳刚货王凤梅肯定自以为目的已经达成了 人越多越好 直播间里的人越多 到时候 知道他们真面目的人也会越多 六 看着底下评论区 现在对我是一水的责骂 时机成熟 我开始拽过一旁的王凤梅 在摄像里发言 各位网友们 很抱歉 耽误了大家这么长的时间 接下来我要去揭发这件事的真相 我是清白的 不可能一直容忍他们的霸凌诬陷 首先 我并没有感染过艾滋病 既往时也没有 我将这些检查报告一一发到了网上 并且 大家所看到的照片 是王凤梅和柳刚 以及柳如烟三人 设计的仙人条 今天我给各位网友们开开眼 这对夫妻到底养出了什么样的女儿 这一世 我刚重生归来 就在家里各个角落都安上了监控 视频分为三个 我一一上传到网上 第一个 是那天柳如烟勾引我没成功的视频 第二个是柳如烟借助送咖啡 倒在我身上 自导自演被强迫的视频 第三个 则是他们夫妻二人在我们家打架结舍 砸东西的样子 评论区一片哗然 从来没想过 柳刚霍王凤梅这对爱孩子的父母 竟然是这样的人 天哪 我们差点误会人家学生了 这父母真是丧尽天良 自己女儿的清白去诬陷别人 我也是当妈妈的 我肯定不会把女儿 衣衫不整的照片发到网上 柳如烟那个 可是他妈妈亲自发的 经过大家的讨论 也知道了柳如烟父母是为了前来 你们不要被这个混蛋蛊惑了 就算这些是假的 可他把传染病 传播给我女儿的事 可是真的 王凤梅在直播间 撕心裂肺的怒吼 哎 审却那么帅 那么正直 就算真的有什么事 估计你女儿也是自愿的 你们夫妻俩那么贪婪 没准你女儿 也是为了钱呢 这话戳破了王凤梅的伪装 确实 我能和柳如烟在一起 归功于家庭条件好 那不是他传染的 还能是谁 现在看病这么贵 沈却不负责任 谁负责任 王凤梅执意要把不检点的罪名 安在我头上 既如此 最后的面子 我也不用给柳如烟留了 我知道 柳如烟被柳刚或王凤梅 关在了家里 就连通讯设备都被抢走了 王阿姨 柳如烟的手机在你那里吧 你给通讯录第一个亲爱的打电话 没准就知道并是谁传染给他的了 我大声说着 估计直播间的网友也都听到了 快打呀 快打呀 这瓜吃的真是太爽了 直播间网友不断催促 王凤梅和柳刚也跑去一边商量 老公 就算打通了是别的男人 咱们也能再去敲诈一笔赔偿 反正咱们已经从沈家拿到好多之前的东西 如果就是沈雀 那咱们下半辈子就一事无忧了 沈家就是咱们的仆人 他们可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 王凤梅得意洋洋地拨通了电话 对面的声音令大家震撼至极 六 今天我们要约吗 我可是很想你呦 我给你买了最爱的礼物 我可是很想念你的身体哦 我已经买好了小皮鞭 等着你的到来 对面别角的中文 让大家不难猜出对面人的身份 同时 也揣测出他和柳如烟的关系 评论区里自然也有同学学生 那是卢修斯的声音 是我们学校的留学生 咦 没想到小伙子还挺惨 被留学生的黑人大哥戴了绿帽 那不是柳如烟活该吗 人家外国人一夫多妻 私生活乱 他自己愿意网上贴 生了病想让男朋友接盘 真是不要脸 嘖嘖 柳如烟身上的伤 都是那个卢修斯打的 这样的女人就是犯贱 久悠自取 刹那间 广大网友开始吐槽柳如烟 柳爸柳妈控制不了舆论方向 对直播间不停地做出解释 我也趁着混乱之际 拨打了报警电话 毕竟 我们这一大家子的文丸 还指望柳刚或王凤梅还回来呢 气 警察到来的那一刻 柳刚或王凤梅正揪着我的脖领不停地垂打 审去 肯定是你在陷害我女儿 就是你干的你不承认 王凤梅耗着我的头发 连口水都溅到我脸上 不许动 敢停止你们的行为 警察的到来 让柳刚或王凤梅慌了神 我缓了口气 立即说道 警察叔叔 这两个人非法闯入我们家 打家结社 砸碎了不少东西 还诬陷我 你个小杂种 你放屁 王凤梅还没骂痛快 被一些文王古董做了估价 要按原价赔偿 柳刚或王凤梅 一下子就背上了百万债款 并且 他们做的事十分恶劣 还要拘留一个月 我本以为 事情就此解决 柳如烟没有脸面再来找我 我到底是低估了 他们脸皮薄厚程度 不到两个月 也就是柳刚或王凤梅 拘留结束后 柳如烟就找上了我家门 只不过这次 她怀孕了 我们家小区管控十分严格 一般外人根本进不来 柳如烟今天一走 就举着牌子 跪在了我们家小区门口 审阙搞大我的肚子 强迫我分手 就算我有错 可是我的宝宝不能没有爸爸呀 审阙 我求求你了 就算不要我 也得要肚子里的宝宝 我不知道她找谁 伪造的聊天记录 她发在个人微博上的信息显示 是我跟她提出了分手 还对她说肚子里的孩子 我是不会负责任的 这一看就是恶意造假 可偏偏网友会信 我在评论区底下表示 别人的孩子 我不会接盘 更不可能搭怨种 柳如烟说 如果这个孩子打掉的话 那她可能这辈子也不会生育了 可我不爱她 这个宝宝生活在没有爱的家庭 也不会幸福 说到底 他们一家子还是为了钱 柳如烟的小父高高高隆起 已经显怀了 她每天挺着肚子 跪在小区门口 路过的保安和街坊邻居 也很担心 万一闹出个好歹 那个是一尸两命 网友纷纷评论 让我对柳如烟负责 即便柳如烟出过轨 我也不能不认肚子里的孩子 我根本不可能答应和柳如烟见面 因为我知道 她肚子里的孩子绝对不会是我的 一旦我将她接回了家 以后出生什么事 都会是我的责任 我可不想成为下一个乌拉那拉史一休 一直置之不理 还以为我们家好欺负 我跟爸爸妈妈解释清楚这件事后 他们因为我出了主意 有我妈妈出面 亲自给柳如烟找一个孕妇中心 她的日常饮食生活 都不经过我们家照顾 就算真的出了事 也是产妇中心的责任 我妈出面找了柳如烟 她到底是心眼多 说阿姨那我们可以先领证吗 这样 我才放心把孩子生下来 我妈皱了皱眉头 她不喜欢柳如烟 我们全家都不喜欢 柳如烟 如果孩子是审阙的 我一定会给你补偿 如果不是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可以现在就做亲子鉴定 前我们出 面对我妈的气势 柳如烟慌了神 只能任由我妈妈安排 进了私人产妇中心 这里面 柳刚和王凤梅根本进不去 爸 我找来了黑客朋友 黑进了柳如烟的手机 真是令人震撼 柳如烟竟然在买卖人口 通过聊天记录不难看出 柳如烟想买一个刚出生的男婴 她自己心里也清楚 自己肚子里怀的是混血儿 跟国人的长相不一样 她想换个孩子 蒙混过关 我任由柳如烟做着这件事 这几个月 不管柳刚或王凤梅如何吵闹 都没有见到柳如烟 一直到她快要生产这一天 审去你个狗杂种 囚禁了如烟这么多天 我要去告你 王凤梅不管躺在里面的柳如烟 上来对我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 柳如烟这几个月吃得好 睡得好 一会儿就要生了 真像大白的日子到了 王凤梅和柳刚以为 掐算日子 孩子应该是我的 可我没有和柳如烟有实际性关系 如果生出来的正常孩子 我会申请做亲子鉴定 如果是个混血儿 一目了然 连鉴定的钱都省了 柳如烟在里面生产 我在外面开启了直播 广大网友们你们好 我是沈雀 想必大家对我不陌生吧 后面产房里的人就是柳如烟 着几个月 我们家是出钱出力地照顾他 今天就是他生产的日子 孩子爸爸到底是谁 即将揭晓 王凤梅和柳刚气得张红了脸 走上起来试图关掉直播 咦 王阿姨 你们欠我家的120万还没有还清呢 我这个手机可是新买的 小心你们本就不富裕的生活 雪上加霜哦 听了我这话 他刚要打过来的手顿了顿 直播间的网友也沸腾了 有的人在说 柳如烟淮的肯定是黑人的孩子 毕竟他们高大壮实 有的女生很喜欢他们 也有的人说 我肯定不只被同一个人律 孩子没准是别人的 我爸爸妈妈紧张地攥紧了手 看着他们为我着急的样子 我可真是混蛋 因为我识人不清 谈了这样一个常规女朋友 前辈子可是把他们害惨了 这一次我一定要扭转乾坤 让他们这些歹徒遭到报应 很快里面就传来了孩子的哭声 就连我也紧张了起来 你们谁是孕妇家属 孩子爸爸呢 快点来一下 孩子先天不足 需要输血 孕妇身体弱 帮不上忙 孩子爸爸快点去化验 我们根本听不到这句话 赶紧上前看了看孩子的容貌 果然 虚黑的皮肤 大眼睛 高鼻梁 秃秃嘴 卷花头 跟那个留学生卢修斯 感觉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直播间的网友炸了锅 纷纷在骂柳如烟 既然喜欢上了黑人男朋友 还想找我们接盘 生病了都是他活该 王凤梅和柳刚爹坐在了地上 完了 一切都完了 他们的钱泡汤了 我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导员 很快 主任就陪着卢修斯来到了医院 一系列检查下来后 基本可以确定 卢修斯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但是 他的血液里含有艾滋病病毒 根本不能给孩子输血 这件事最后还是要落到柳刚或王凤梅身上 你个黑驴 竟然敢欺负我女儿 我打死你 王凤梅激动地上前挠卢修斯的脸 fuck 卢修斯将王凤梅打到在地 大喊着我要去告你们 王凤梅和柳刚的计划泡汤了 卢修斯在自己的国家 已经娶妻 甚至不止一个孩子 根本不会承认柳如烟和那个孩子的身份 只给了五千块钱 说是柳如烟的小费 这么一闹 大家都在想 柳如烟是不是为了钱自愿的 他的名声彻底臭了 柳刚或王凤梅看见计划泡汤 急急匆匆逃离了现场 把孩子和九死一生的柳如烟留在了这里 九 柳如烟从急诊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 基本脱离了危险 我去探望他了 柳如烟 你想知道 明明你已经联系好了人贩子 为什么最后还会变成一个混血小男孩吗 柳如烟震惊地看着我 似乎在好奇 为什么我知道了他的计划 我黑进了你的手机 把信息提前透露给了警方 那群人贩子 已经被逮捕了 就连和你沟通好的医院主任 也要离职接受检查 柳如烟面露惊恐 不断拉着我的手 祈求我的原谅 沈雀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们马上就领结婚证 我一定会和你好好过日子 我无情地甩开了他的手 警察就在外面 你涉嫌买卖人口 是要坐牢的 不 沈雀 我就是被那个留学生蛊惑了 我最爱的人是你啊 事到如今 柳如烟还敢说爱我 蛊惑 拿什么蛊惑你 酋长夫人 金银珠宝 柳如烟 不过是你自己太贪心罢了 说完这句话 我没有看他红了的眼眶 人走出了病房 不 我不要坐牢 沈雀 都是你 都是你害了我 我应该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外面的警察走了进去 对柳如烟进行审问 我则陪伴着爸爸妈妈回了家 这世上没有什么人 是比我爸爸妈妈更重要的了 爸爸的工作 确实受到了些影响 但是当我的事情解决 校方和警方出面解释后 爸爸恢复原职 幸好 这辈子 没有因为我给爸爸妈妈造成伤害 柳如烟出院以后 就被警察带走了 买卖人口 仙人跳 试图传播病毒 他不光要赔给我钱 还要做三年的大牢 王凤梅和柳刚 背上了巨额债款 现在每年 都要分期还给我们家十万块钱 王凤梅恨毒了我 每天都在微博底下咒骂我 沈却不得好死 段子绝孙 就让他骂吧 谁让我断了他们家的发财梦呢 那个留学生卢修斯 不止欺负了柳如烟一个女生 所以被学校派遣回国了 至于那个孩子 柳刚和王凤梅根本不承认 我妈妈找了关系 把他送到了最好的孤儿院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柳如烟年纪小 又要去坐牢 孩子没人照顾 根本活不了 就算强迫王凤梅和柳刚两个人养育 依照他们二人的秉性 孩子也活得艰难 后来 我听说柳如烟死在了牢狱里 他宫颈癌和艾滋病交替发作 得不到的治疗 怀孕生产以后 身子也越来越虚弱 监狱里环境不好 他根本养不了身体 终究是没有熬过去 他在临死前 还在埋怨我没有照顾他 若是当日承认强迫了他 就没不会到今日这个地步 可他自己犯的错 凭什么要我来承担后果 我虽然惋惜柳如烟的结局 但这些都是他自作自受的 希望各位朋友们 在找女朋友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全文完